好人認罪世界十大困難的賽道 台灣KOM自行車 登山王國際賽 日出在花蓮基盤 這次總共有三十七個國家 七百多歲選手 為執政壇出發了後 騎著海伯三千多公車館的門票 這也是一集已經了後 上次的外國選手報名一次 早上六點 花蓮自行車的選手 比賽開始了後 因為選手太多 在打球賽還稍微打掉 不過近日台北山中海公路 八驅了後 國車隊開始加速 主集團差不多六十個選手 主要由威惡主來的Benjamin Dabell領選 前六十名 加油 台會表示 今年這條台灣KOM自行車登山王國際比賽 事實上又前後 國際選手來台灣參加的選手上這一次 通常有七百七十多個 國內外自行車的選手 綽合的輸行館 有外國選手四百二十二位 來自全世界 三十七個國家地區的 外籍選手參與 那同時呢 在台灣的部分呢 有三百多位參加 所以總共參加人數有七百多位 會想坐坐各國的選手 因為路線是國際上很嚴重 百國公里的路途 由海外兩公車 八驅到三千二百七十五公車的 關山賽島 平均八驅三點五趴 有的八驅的驅途 又超過十五趴 比賽結果 南富總百名第一名 由二舟Benjamin Daybo 以三點鐘十六分控告秒 拍拍KOM的記錄 路途總百名的頭名 市委籍本來的 尚可可失去 以四點鐘五分二六秒 得到金牌 再來總百名的冠軍 是恩冠林 以三點鐘十四分控告秒 完成比賽 記者從哈佛特